还记得吗 在前几部影片中 我们学到了离子、共架、金属三种化学键的结合方式 形成元素以及化合物的特性 而这些化学键的固体产物 可以分为离子化合物、分子物质、共架网状固体、金属四种 日常生活中的固体大致上都属于这四种物质 但是问题来了 这些固体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性质差异呢? 我们先复习一下化学键的生成 金属与非金属原子之间会发生电子转移 而形成离子化合物 在两者结合时产生的阴阳离子之间的吸引力 是间接形成的原因 常见的离子化合物有氯化钠、氧化酶等 氯化钠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食盐 而氧化酶则是干锅、电炉的秤里 非金属原子间则以价电子共用的方式 结合成分子物质或共架网状固体 产生共用的价电子对两侧的原子核产生吸引力 使间接形成 我们平常喝的水 从嘴巴呼气而产生的二氧化碳 在地球环境中占比例最大的气体氮气 这些都是常见的分子物质 作为铅笔主要成分的石墨 价格高昂的钻石 则都属于常见的共架网状固体 而大量的金属原子聚集时 会形成金属结构 金属原子中自由移动的价电子 与氧离子产生吸引力 因而形成间接 我们生活中常常提到的金、银、铜等 都属于金属物质 复习完三种化学件的形成方式后 接着让我们来认识 这些化学件所形成的固体 以及它们之间的性质差异吧 我们先从结构与质地来看 在结构方面 离子化合物 共架网状固体 金属都是由连续结构组成 只有分子物质是独立的分子 并不是以连续结构的形式所组成 在质地方面 离子化合物 因为晶体中的同性离子会互相排斥 受到外部敲击时 会因为这股相斥的力量而破裂 使它不但非常容易碎裂 也没有延展性 分子物质都非常易碎 也不具延展性 但相较之下离子化合物较坚硬 分子物质硬度较小 共架网状固体 除了直软的石墨以外 硬度都非常高 质地难以被破坏 组成金属键的吸引力 因为自由电子的移动 而分散在整个晶体内 当受到外力冲击时 金属原子容易朝着受力的方向滑动 但却不会破坏里面的金属间结 因此金属物质具有延展性 在水中溶解度方面 离子化合物 大部分可溶于水 分子物质之间 对水溶解度差异非常大 共架网状固体 大部分不溶于水 金属虽然也是大部分不溶于水 但少数较活泼的金属 如钠、钾 可与水发生化学反应 产生氢气而溶解 在导电导热方面 离子化合物 因为离子在固态时处于特定的位置 而无法移动 在固体的导电导热性不良 但水溶液状态 即溶溶状态时 因为离子能够自由移动 而可导电 分子物质大部分不可导电 只有少部分属于电解质 像是氯化氢及氨气等分子 在溶于水中后 水溶液可以导电 共架网状固体 大多为电与热的不良导体 只有石墨 因为在结构中 具有可以移动的架电子 因此具有导电与导热性 金属物质 则是有自由电子在结构中运动 是电与热的两导体 但要注意的是 一旦温度升高 金属中的氧离子会发生震动 因而阻碍自由电子的行径 因此金属的导电度 会随着温度升高而降低 在溶点、废点方面 共架网状固体 因为有着无数的连接结构 连接力很强 如果想要使它的化学键断开 则需要很大的能量 所以相较于分子物质 以共架网状固体 作为化学键的物质 溶点和废点都最高 金属物质的溶点、废点范围很大 但一般来说 大部分金属的溶点、废点 高于分子物质 离子化合物 也因为具有连续堆积的结构 溶点、废点都很高 与其他三者相比 分子物质的溶点、废点最低 离子化合物、分子物质、共架网状固体、金属 这四种物质 因为化学键的形成原理 而具有一些相似与不同的地方 使得有些性质相似 有些性质却是截然不同 我们今天针对这几种固体的结构 质地、导电、导热 对水溶解度及溶点、废点进行比较 将结果整理成这个表格 偷偷告诉你 如果你怕忘记 可以在这里将影片暂停 来复习一下学到的内容哦 接下来是想一想时间 虽然我们在影片中介绍了不同种类的化学键 以及它们的化合物 透过分类 让这些化学物质彼此之间看起来截然不同 但在我们的生活中 其实有很多物品的材料 必须利用不止一种的化学键来组成 有哪些物品具有这样特别的结构呢 由不同化学键所形成的材料 又会具有怎么样的特性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 下次再见咯